你好 女生好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杨凯 杨先生您好 来 把藏品放到我们这个桌上吧 因为我们这个展示台尺寸有限 所以书画作品 我们都通过大屏幕来欣赏 一幅荷花水尿图 它上面有落款写着寒厅 这是应该是江寒厅的画作 江寒厅先生的一幅字画 江寒厅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也是很受欢迎的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作品的呢 这幅画本来我是要送给我一个哥们的 就是大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玩得特别好 我感觉我挺喜欢他的 所以就买了这幅画送给他 友情这么升华了 不是 她是个女孩 是要送给女同学的呀 我们关系特别好 所以就哥们相称了 然后我感觉他也挺喜欢我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送他一幅这幅画 所以有一次我跟他逛了一个书画展 然后他也是世家嘛 家里 然后我就看这幅画看了很久 我以为他喜欢这幅画 然后当时攒了差不多半年的钱嘛 然后买了这幅画送给他 但是送完他之后他好像不高兴 当时就给我退回来了 然后我不知道是这幅画的原因 还是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想请各位专家过来 帮我坚定一下 这就不好说了 那这一件藏品呢 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两万元 为什么估两万呢 因为我当时花了两万左右买的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 是他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今天这位仓友带来的是一幅署名为江汉厅的荷花水鸟图 我们经常会说图币有欲 很多人肯定会脱口而出两个成语 和和美美 白头偕老 为啥呢 因为荷花上征着荷美 那么还有一只鸟头顶一块白 肯定会联想到白头翁 但是它只有一只鸟 一般我们看到人家画什么荷花鸳鸯 这画的是一个单身鸟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七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有可能是唐僧 这头顶一块白的不一定是白头翁 还有可能是其他鸟 看到这只鸟让我想起来 前几天去国家博物馆 有一个和和共生大展 最后一个展厅里 有一个非常硕大的展品 那是在乾隆四十年 广东巡抚 进献给乾隆皇帝的一个大屏风 是紫檀嵌发廊的屏风 其中在最右边那画片 画的就是 今天您所拿来的这只鸟类 这是什么鸟呢 在诗经里就有这只鸟了 诗经小雅堂帝有这么一句话 吉林在园兄弟吉难 什么意思呢 这只鸟叫吉林鸟 吉林鸟受难的时候 它的兄弟会飞过对岸来去救它 所以说吉林鸟是象征着兄弟之间的感情 兄弟 对 那么这一件紫檀 卡丝发廊屏风上面雕汇的有五种不同的鸟类 也就是五轮图 分别是凤凰 仙鹤 吉林 鸳鸯 以及黄鹰 那么它们分别代表的是 君臣之道 夫妻之道 兄弟之情 朋友之情 等等 那您偏偏选了一个代表兄弟之情的鸟 送给您的好兄弟 他会不会也是你有情我有意 你送我一个兄弟 不是摆明了 是拒绝我吗 所以说人家会生气啊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他生气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因为人家是书画世家是吧 对对 人家对这个书画鉴定是有一套的 您万一送了一个赝品给人家 人家当然也会生气了是吧 我在这里呢 基于这幅画的文化解读 将会给这个作品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变价时针 邀请 请您踏浪而行 吃饱人带来这件荷花小鸟图啊 署名江汉厅 江汉厅呢 是现代著名的花鸟画家 他和路易飞 唐云 张大壮 号称海上花鸟四大名家 他的花鸟画呢 非常的秀美 田径 他的绘画呢 主要是学 清初的画颜 运寿瓶 包括加入任波年虚谷的绘画风格 他三十岁的时候呢 经著名画家张世元 得以结实 海上著名的收藏家 前进堂 在那里观摩了很多的名家作品 包括 大量的任波年的作品 所以画迹得以飞升 我们来看这件作品 画面以L型描绘了两个主要的荷花的叶片 为了改变这个荷叶上面相对比较平板呢 在这里画了一只寄灵鸟 画面的左下角描绘了荷花 荷花上面呢 用非常细的线 直线和曲线 相交 右边落款 寒厅 下前一方小印是 寒厅居室 朱纹印 这件作品呢 你说了 想作为这个礼品送给你这个朋友 他有点不高兴了 我考虑呢 一个是这个鸟的问题 比较大戏 但具体是 这件作品对不对呢 经我鉴定